著,本文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,由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历时一年的通俄门调查结束,没有发现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通俄证据。 这对特朗普来说,不能不说是自他当选总统后,迄今为止得到的一个最大礼包。 说,之前,特朗普深陷通俄门漩涡,其内政外交直接或间接受制于该事件,民主共和两党陷入恶斗,美国国内政治分裂,很大程度上,也是围绕特朗普通俄门进行的。 现在,穆勒的调查还他一个清白,少了这个包袱,扫除了习总统连任的最大障碍。 那么,对正处于贸易谈判的中国来说,这是好事还是坏事,已经泄除通俄嫌疑的特朗普,会不会再出重拳对付中国? 中国国内一种看法认为,没有了通俄门的后顾之忧,特朗普将毫无顾忌地和普京走近,美俄两国关系缓和。 莫斯科也就没有必要借助北京对抗华盛顿,俄中关系必定会比现在疏远。 这样,特朗普就好腾出手来对付中国,而不必担心俄罗斯从旁使坏,甚至可以联手莫斯科,一同对付北京。 同时,通俄门调查结论有利特朗普,也减少了民主党的牵扯。 之前,他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,用来和国会民主党人的内斗。 这使得他不能专心致志,去关注外交政策和对外事务。 比如,在二月底的特金会上,特朗普把魏和金正恩签订协议部分,归咎于民主党人在国会大搞黑材料。 让他生气,在这一年饭兜处,特朗普就可以一门心思对付中国。 除了贸易谈判外,华盛顿会在其他一系列中国在乎的事情上,向北京发难。 这个看法很难说对或错。 本来,特朗普上台之初,就有联俄至终的想法。 据说出自基辛格的县策。 虽然后来基辛格出面否认,但想必该想法不是空穴来风。 这从特朗普本人从不掩饰他对普京和俄罗斯的好感可略之一二。 特朗普当选之初,给蔡英文的电话外交也说明了这点。 如果没有联俄至终想法,特朗普不大可能一开始就冒失拿台湾向中国开刀。 只是后来由于通俄门事件爆发,民主党人揪住不放,使得特朗普不得不去应付民主党。 并未表示自己的政治正确,转而对普京和莫斯科采取强硬态度。 作为天平的两端,对习近平和北京却开始心心相吸起来,直到贸易战才改变对中国态度。 从普京来说,如果特朗普伸出橄榄枝,他当然巴不得。 最近几年由于美国的制裁,俄罗斯的经济难有起色。 这对普京的形象多少有些损害,而改善和美国的关系,也能减少对北京的依赖。 并在美中两国的斗欧中左右逢源,获取好处,反而使得北京,要更多看莫斯科的颜色形势。 故美俄走近,在美中俄大三角关系中,北京是相对处于被动的一方。 然而,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可能,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或另一可能。 而且后者的实现程度也不低。 这就是如果贸易谈判达成。 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,反而可能比现在要好。 美国的对华政策,反而可能不如现在这般咄咄逼人。 为什么这样讲? 在分析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时,如果说通俄门是一个制肘因素,那么一旦这个因素消失, 由此所引发的美国国内压力,施加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就会减少。 他可以不避畏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,而特意制定强硬的对外政策。 换言之,特朗普现在对中国的强硬态度, 会不会因为通俄门事件的影响,而要急于在对华政策上,表现出这种强硬。 以向民主党人和美国民众,证明自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和利益上的, 以弥补通俄门给他带来的道德短板。 此种可能性应该存在。 果有如此考虑,如今通俄门警报已排除, 特朗普就没有必要在对华政策上再表演这种政治正确。 因而,一旦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, 为褒奖习近平, 特朗普反而有可能在现有严厉的立场上后退一步。 另一方面,在对俄关系上,特朗普固然少了通俄门羁绊。 但他能否由此毫无顾忌地亲近普京,是要打问号的。 或者,其实是不可能的。 无论对华还是对俄,既要看到总统个人的作用, 也要看到美国建制派在其中所起作用。 总统并不能独揽外交政策。 具体到对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。 实际是美国建制派在主导。 后者对俄罗斯的敌意不亚于对华。 比如,兰德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, 就称俄罗斯是流氓。 中国是竞争对手。 俄对美国安全的威胁, 比中国更直接,更严重。 这反映了美国建制派长期以来对俄的看法。 还应看到, 通俄门事件虽已解套, 但美国两党, 以及民主党和特朗普的矛盾并未减少。 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依然存在。 在对俄事务上, 它依然要受民主党的制约。 而民主党对穆勒的通俄门调查很不满。 众议院民主党占主导的六大委员会, 已经向司法部发函。 要后者在4月2日前, 将调查报告的副本和所有证据都上交。 显然, 民主党不甘心就这样轻易放过特朗普, 必然还会就此事及其他议题继续纠缠。 在这种情况下, 难以想象特朗普会在对俄关系上, 不止卖得太快。 此外, 特朗普要连俄制中, 也要得到普京的响应。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。 在俄美及俄中关系上要搞清楚, 普京是基于短期抗美需求和中国阶层准盟友关系, 还是俄中关系有稳定的长期基础。 答案是, 两者都有。 前者使得特朗普递来感染之时, 普京不会不接受。 但是普京也一定明白, 美国建制派对俄罗斯的真实态度, 因此不会也不可能悬盘导向美国和美联手对中。 因为他知道, 一旦中国被打趴下, 下一个就轮到俄了。 俄中虽然也互相戒备。 但令俄罗斯人最担忧的领土问题, 随着将17两国边界的勘测完成, 不大可能在今后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。 而中国的资金和市场, 也是俄罗斯需要的。 因此, 目前, 俄中关系的基础, 不会因美国的介入动摇。 俄罗斯不会参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。 事实上, 鉴于美国已经确立中国为战略对手, 特朗普是否在通俄门调查结束后调整对华政策, 是进一步展示强硬还是怀柔一点? 不是很重要。 因为战略对手的定位, 锁定了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基调。 即使有修补, 也是在上下一定幅度内, 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摆动。 故对中国来说, 没有必要为特朗普的下一步, 怎么走过度担忧。 如果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大改变, 也一定不是因通俄门结束调查, 而会是其他因素。 海军昆仑山舰抵达阿布扎比参加国际防务展。 当地时间, 2月16日下午, 中国海军两栖船物登陆舰, 昆仑山舰, 抵达阿联酋阿布扎比扎伊德港。 参加即将举行的第14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, 及第5届海军防务展。 美第7舰队齐舰访韩。 韩国海军称, 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指挥舰, 15日访问韩国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, 以加强两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和友好关系。 据消息人士称, 经过数月的维护工作后, 驻扎在日本恒须贺的19609吨的蓝领号舰艇, 正在该地区访问。 预计将在韩国停留至下星期早些时候。 阿富汗军队空袭打死打伤38名塔利班武装分子。 阿富汗安全部门官员扎伊努拉16日说, 阿富汗军队15日晚, 在该国南部乌鲁兹该省, 向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动空袭, 打死和打伤22名, 和16名武装分子。 扎伊努拉说, 被打死的武装分子中, 包括一名名为哈姆杜拉的当地头目。 空袭时, 这伙武装分子正讨论新的袭击计划。 伊朗说, 沙特和阿联酋, 幕后支持恐怖袭击发动者。 沙特和阿联酋,